被庞大市场所吸引的台湾小吃 很早就被大陆各地民众所喜爱 不只是观光客到台湾一定要品尝 近年台湾各大夜市 也前铺后继到大陆办活动 美食节一场接着一场 希望有一天 台湾的美味能够深入各地 抢赚人民币 北京朝阳公园振振叫麦生 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美食 零食搭的简易摊位吸引民众大排长龙 台湾小吃不输大江南北八大菜系 小兵还是能立大功 这个味道还可以不错 蛮好的 里边这餐还挺好吃的 外边这糯米的一般 吃了几种小吃了 有四五种吧 口味还挺 价格有点贵 原汁原味的食材加上空运成本 价钱普遍提高两成 不管是大肠包小肠 新竹米粉 还是鹅阿筋 台湾几十块钱 大陆百元台币起跳 大陆民众虽然很贵 大多还是愿意掏钱 连辣妹舞团都出动了 甚至把马英九的照片也借来用 打着阿里山日月坛和士林夜市的招牌 大做宣传 北京的这场台湾民族文化灯会 将台湾庙会的文化搬过来 台北庆河馆派出了五十多人的镇头表演 七爷八爷也跨海登陆 夜市摊贩抢进大陆市场 业界流传有人在武汉的一场台湾美食节 卖大肠包小肠 大赚了九十万 于是同业纷纷前扑后继 但真的如此吗 夜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摊商打着如意算盘 想在庞大的客流中做出好成绩 但考虑的问题其实比台湾要多 在北京这一场每设立一个摊位 成本大约四万人民币 这包括来回机票 住宿 食材 购买炉具 雇人 以及25%的抽成等等 在北京连续11天的小吃展 要是赚不到四万就会赔本 摊商形容每一场展会都像一场赌注 也是个机会啊 你没有做都没有机会啊 他一语道出摊商的想法 他每年在大陆跑二三十场展会 大半都赚钱 但各地的口味不同 他之前在泉州卖鸡肉串 生意不错 到了北京却卖不出去 才发现原来北京人 只喜欢吃羊肉串 所以他赶紧撤掉鸡肉 改卖烤生蚝 不仅要做得好吃 研究在地人的饮食习惯 也很重要 我们宣布现在开幕 张一腿张一腿 除了摸清楚各地的口味之外 地方的支持力度更是成败关键 在辽宁盘景举办的士林夜市嘉年华 因为有当地政府和地产商的资金支持 做足宣传 声势浩大 33个摊位 规模只有北京展会的五分之一 开幕第一天就涌入两万人 味不错 今天生意怎么样 不错 你卖了多少 不太知道 还没空算 主办单位也尝试与商场结合 让台湾小吃进驻商圈 不过要从摊商走向实体链 能否负担昂贵的租金是最大挑战 四年前北京曾经开过一家鹅阿米萨 令台商雀跃不已 但没多久就宣布倒闭 四年前北京市政府福岛的前门台湾街 本来有117家台商 现在也只剩下17家 大陆人现在有钱 他就是怕没有好东西 那就像吃的一样 你要不会讲 对不对 他们觉得我们口味很清淡 那你卖的 你要告诉他 这个就是台湾原汁原味的口味 就是这么清淡 你要跟四川跟重庆比 当然不能比 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特色讲出来 你不讲大陆人不知道 当然他会觉得东西 你的东西不好 白白总的同龄美食 要如何抓住大陆13亿人口的胃 考虑的问题 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如何进军大陆市场 摊商没有放弃希望 他们靠着一场又一场的 美食推荐会 攻城掠地 期待有一天在各处遍地开花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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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